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有A夢或E夢 那今天是這個閒聊廢片喔 來聊一下最近頻道的事情 以及最近的其他狀況這樣子 好那首先呢 上個月底的聯盟戰測到實況 我有講說我會拍一個閒聊的影片 來講一些最近頻道的改版的狀況 然後可能會詢問一下大家的意見這樣子 但是我後來覺得說 詢問這樣的意見好像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喔 我自己決定就好 所以呢我就是那一集就沒有拍了 那就是直接就是今天這一集 來跟大家講一下說這幾個月 頻道調整的狀況 以及說我未來幾個月會嘗試的一個方式喔 那首先呢是這一個角色介紹的部分喔 就是角色介紹的影片對於我來說 目前已經是算造成比較大的負擔這樣子的感覺啦 所以呢 目前我預計的調整方式呢是 台版的角色我會盡量準時 那準時的意思就是假設今天下午4點開 那我會盡量在今天下午4點前發出來盡量啦 那如果說像這個切嚕這個角色他已經遲到了嘛 那遲到的話我也是會盡快補上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是比較倉管的角色的話可能就不會 被這麼集獲的去補上啦所以大家應該知道這隻角色的強度 好那再來呢就是日版角色的部分喔 日版的角色介紹呢就會變成說是有時間有空 然後有這個餘力的時候不管是身體狀況還是情緒上有餘力的時候 才會去做日版的角色介紹就還是會以台版為主啦 那日版的部分呢就是有的話 就如果有辦法就會準時做啦就是日版出了的那一個禮拜就做 但是如果沒辦法的話呢可能就會累積到月底 像上個月那個樣子喔不是累積到月底然後一次做嗎 或者是說到這個下個月初這樣子 那所有的這一個角色的未來勢 未來勢的部分呢就會調整成每個月底 未來勢就會變成固定每個月底 發啦這樣子因為 因為我覺得說未來是在月初的時候發感覺好像用意不大啦 那調整月底發還有一個點是在於說 日版新出的角色 在月底的時候呢因為日版已經有那個提前三天可以測到的系統了嘛 那到時候台版也會實裝 那這個有這個提前三天可以測到的系統之後呢 在月初月中的新角色新的六星新的專武 也可以稍微看到他們在聯盟戰的表現 那我覺得 看到了這些東西之後對於未來勢的判斷會是比較 準確一點的因為 初步看到那個角色的技能組 然後還有初步 打這個可能地下城啊或是活動的測試 其實 不太能真正顯現出他在聯盟戰的強度啦 像 之前的公主可蘿也是一個 這樣子的角色然後還有說像 作業符璧啊像這個 未來 祈禮 也都是這樣子的類型 就是沒有看到 月底的聯盟戰不知道說 他原來是有上場空間的 或是原來這麼強勢 這樣子 所以 這個未來勢的部分 就是一律 放到月底 那日版的六星專武角色介紹就是 有做的時候才做 那如果說 沒有做出來的話呢 就是可以預設先當沒有啦 這樣是有餘力的時候才會做的 台版的話就是 盡量準時 如果沒準時的話也會 盡快補上啦 那如果是比較倉管的角色的話呢 那可能補上的時間 就會沒有這麼快 這個樣子目前的 角色介紹的部分 是調整成這樣子 那當然 台版的六星台版的專武也都會盡量準時發出來 這個部分跟台版的角色的部分是一樣的 那 著重的重心呢 還是會放在兩個地方 就是說 角色的部分 這個部分 日版的更新沒有那麼輕了 之後呢 這個部分的行李 會放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呢 是聯盟戰相關的東西 就包含說 月初的聯盟戰練角推薦 包含月底的 Boss簡介 包含聯盟戰期間的 這個刀錶 好這個部分會花比較多的心力 盡量維持 說不要衝掉 或者說盡量維持準時 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分呢 之後也還會再調整 因為 就剛剛有提到嘛 日版的 聯盟戰是已經有裝這個提前三天測到啦 提前三天測到意思就是說 聯盟戰開始的三天前 你就可以點開那個聯盟戰的界面然後就可以 去打模擬戰 是四個階段都可以的 所以呢 實裝了那個系統之後呢 在台版的聯盟戰的作業的部分 可能就可以去做得更詳細就是 偷懶刀的部分一定還是會有嘛 那可能就是說 前兩天的部分 前兩天的時候 就把偷懶刀測得差不多 就1234階段的偷懶刀 前兩天就都測得差不多 那第三天跟聯盟戰開始之後呢 可能就會著重在說手動刀啊 以及說這個 呃 這個補償刀的部分 還有三刀搭配的部分 可能會 花更多的心力去著重在搭配 以及補償刀 然後 這個部分啦 因為 現在的這個版本補償刀 有管跟沒有管的傷害量真的是差蠻大的啦 就是 像例如我有個20秒30秒這樣子的補償刀 我如果特別去 處理那個補償刀的配置的話呢 230秒 其實打個兩三百萬不是問題啦 但是如果你沒有特別去配 230秒可能就打個 560萬那你看這樣子一天 一個補償刀 就可以差到150甚至200萬的傷害 所以累積起來 差距還是蠻大的 所以之後可能會著重在這個部分 然後以及說可能 長秒數的補償刀 像例如60秒左右的補償刀 等等的這個部分 你會再去做調整 然後做推薦 因為這個補償刀比較難去提出一個 制式的規格啦 就是說 比較難去 提出一個制式的規格說 補償刀就是這樣子配 或是哪些角色就是好用 就是放上去就對了 其實 這一點是比較難的 因為差差看boss的配置 然後以及看說 你的三刀是出哪三刀 然後有哪些角色是已經用掉了 有哪些角色是還可以用 所以 這個部分我覺得會要搭配 那個月的刀錶 會要花很多的心力 才有辦法做出比較完善的補償刀的 配置 這個部分我還在思考啦 所以這個部分也不一定會有 但是呢 總之 在 角色介紹的這個部分 日版的角色介紹 稍微放寬之後 心力會放在聯盟戰相關的部分 那還有第二個部分 剛剛提到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可能就會是 比較新手項的部分 因為呢 我的頻道如果你有長期關注我的頻道的話 應該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頻道的新手系列是年更的 就是 每年更新一次 那去年的2020年的新手系列 其實是在六七月左右 就已經更新完畢了 但是呢 2021年的新手系列 也就是那一個 有一個新的那個定義學嘛 2021年的新手系列 其實是那一個定義學 那定義學其實我 年初的時候就有開始在處理 但是就一直沒有去 做 那這個部分我可能會再思考一下 要怎麼做 我還是希望可以把它做出來啦 就是 這個新手的 部分的系列 一年一年的去用我當年覺得最好的 編排 去安排 這樣子 那當然去年的 前年的新手系列 其實還都是能看 像那個 成長系列 成長日記的系列 然後還有這個 入坑到首首的系列 其實 裡面講很多東西 現在都還是可以用啦 只是說有提到角色的部分 可能會有變化 就是當年可能會覺得說哪些角色很強 然後現在可能會不太一樣 畢竟 會出新的角色 新的轉五星的六星 然後整個環境會變化嘛 所以 角色的部分可能沒有辦法 這樣子直接 參照 但是其他的部分 觀念的部分 做法的部分 其實大部分都是可以通用的啦 所以這個部分 我可能也不會非常急的去更新 只是 我會稍微把心力放在這個地方 希望 年底可以更新完好不好 就是 2021年的新手系列 至少在2021年內更新完 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希望 可不可以 希望 可以啦 要看看狀況 好 那總之呢 這個就是最近的 這個頻道 更新的一些事情 那再來還有一些遊戲方面的事情 我可以看到畫面上面就是 對我 我抽了切入 而且我保底了 對啦反正 這次切入我是200抽保底啦 所以石頭我現在也只剩下 2萬4 可是我不擔心啦 因為 聯盟戰的獎勵發下來 然後還有那個 每日的零一零存一下之後 在下一次之前呢 又存回一景 是對我來說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啦 所以就還好 那最近呢 在公主的 課金量也 稍微比較少了 因為最近的 影片更新量比較少嘛 所以導致說 收益的部分有下降 然後再加上說 從年初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會講蠻如此 從年初一直到現在 一直有一些額外其他的開銷 就包含 家裡的事情 然後包含說 一些其他的事情 會有一些開銷啦 所以 公主的部分的課金量 我目前是 沒有 太多的 資金可以去花費啦 那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已經不是全剖很久了嘛 有很多的 角色可能 戰力上 不行 然後我 本身也沒有很喜歡角色的話 就也沒有抽了 這樣子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好那簡單的聊了一下 頻道最近的計劃 然後以及說 這個賬號目前的 狀況 那未來來說的話呢 因為目前 還不確定 會維持現在的更新頻率 到什麼時候啦 目前是不確定的 所以 也許要到8月9月 就9月 中9月底的時候 才會確定說 這個頻道 目前的這個更新頻率 會 更新到什麼時候 所以 我還是希望說 可以盡量來去調整一下啦 調整到說 頻道本身的更新 對我 個人的負擔 沒有這麼大 這樣子才有辦法 長期的維持更新嘛 這樣子 那如果說 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或者說覺得有什麼樣的系列 有怎樣的調整方式 或是覺得 你很喜歡什麼系列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的地方提出 可能可以討論一下 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